哈囉大家好 我是保全大叔小禮 今天呢 這個 我點Sukia家 那因為他推出了新口味齁 那我們就來點點看 OK 他這個新的口味是這個 嚼煮凍 豬肉嚼煮凍 所以呢 他基本上他的肉呢 就是一塊一塊的 他切成那個 有點像方塊這樣子齁 那照片當然是很漂亮啦 食物上齁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另外呢 這家的這個豬肉味噌湯 我是一直沒有喝過 所以我特別再點一下 但是聞起來有點辣辣的 Sukia家的味噌湯應該是正常的 這怎麼會是辣的 有點超乎我的想像 好 沒關係 那 給大家看一下囉 他的這個 豬肉的這個嚼煮凍 那照片上看起來當然是 還蠻不錯 那食物上看起來的話 可能 因為這是中晚齁 這個中晚已經到 賣 他賣179 那這個豬肉其實本身 看起來是不錯啦 但是如果以分量上來看 可能沒那麼多 大概有點像我們的這個 控肉便當比例 控肉便當的分量要再少一點 沒關係 等一下來試試看好不好吃 那另外就是豬肉味噌湯 聞起來是辣的 所以我不太確定 裡面有一些 這個豬肉 然後蘿蔔 等一下喝喝看 搞不好這比想像中還辣 那另外Sukia家的話呢 這個 唐陽雞是一定要點的 所以我還是 不管怎麼樣 不管點什麼 就一定要點一下唐陽雞 他唐陽雞真的好吃 來 開動吧 來 這個角煮凍的這個豬肉 我先拿一片來吃吃看 但是這一片他肥油比較多啦 他有一些是瘦肉的 我換一片好了 不太好看齁 我來換一片 這片有沒有比較漂亮 來 吃看看 醬汁偏甜 肉雖然是軟 但是呢 你要講軟嫩 是沒錯 可是咬下去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咬開 就是 不是我們那種 主角或是 控肉飯 那 控肉 那你咬下去的時候 是整個纖維會散開這樣 有軟嫩齁 有煮透這樣 那這個的話呢 是 咬下去確實是很軟 可是沒辦法咬斷 第一口下去是咬不斷 所以 有差一點 那醬汁一樣是偏甜 好吃 對 這個是好吃的 來 我有加點溫泉蛋 因為他是加了溫泉蛋 這個是179 把它加進去看看 先把這個 溫泉蛋 這個拌一拌 跟這個 嚼煮的豬肉 和在一起吃看看 基本上就是 讓你的醬汁不要那麼甜 然後多了一些滑順的味道 不過對於豬肉本身 幫助是不大 口感上會增加一點 來 這個豬肉味噌湯 聞起來真的有點辣辣 好 我來喝看看 好 我來喝看看 它有加了一些辣味 在裡面 有點像辣味噌之類的東西 還好 它的蘿蔔 還算蠻 大概在要軟不軟之間 不會太硬 我覺得這個蘿蔔還OK 豬肉 不過它這個豬肉 都黏在一起 這個 我也弄不散 所以它是一些豬肉片 不是厚的那種 就是一些豬肉片 來 吃看看 OK 就還好 豬肉片完全沒有入味 因為你用這種 用這種肉片下去 真的 味道不會吃進去 然後這個又有點硬 味噌湯本身不錯 拿一點辣這個不錯 可是豬肉片真的 糟糕 來 蘿蔔家家的這個 唐陽雞 它這個炸雞 唯一的缺點是 每一塊大小會有點不一樣 對 但是它是炸的真的是好吃 外面皮酥 然後裡面肉 又多汁 這個真的厲害 真的是很酥 而且 而且 雖然它外面的皮 有一定的厚度 可是你吃的時候 真的不會覺得說 它皮太厚 真的不會 哇 你居然最厲害就是 可以把皮 跟裡面的肌肉 不知道怎麼樣讓它 融合在一起 你真的會覺得 吃肉 然後吃到它的皮 你兩個不會把它分得很開 你會覺得是同樣的東西 你會覺得是同樣的東西 嗯 真的很棒 這一次的這個 Sukia家推出的這個 豬肉嚼竹丼呢 我個人 當然 它的這個丼飯 如果有加溫泉蛋的話 我個人是都會加 所以我還是蠻推薦 有溫泉蛋的版本 那它這個的醬汁跟 它這個肉本身呢 真的蠻像我們在吃 烘肉飯的 是比較 比較濕的那種烘肉飯 因為有些烘肉 有些烘肉飯是乾乾的 它這個是比較濕的烘肉飯 所以分量上來講 你可能會覺得 179有點貴 尤其是中碗 它這個 碗也不大 所以 如果大家 有興趣的話 我個人其實還蠻推薦 如果你口袋 名單裡面有 好吃的烘肉飯 那你就去點那個就好 這個 嗯 這一家還是吃它的牛洞 就好 這個其實 以台式來講 沒什麼特別 那以日式來講 它醬汁也就是 醬油然後偏甜 Anyway 就是沒什麼特別 所以 我沒有很推薦 OK 掰掰